Hello KTE Racing 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錄影分享的車種別是Nessan X-Trail 這台代號是T32 這台是2.0的然後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那今天的工作呢是要把 KTE的道路版避震器換上去 車主的話前天他有來試乘 那試乘之後呢我覺得效果OK 所以就預約了今天要來安裝 那這一台車呢其實大致上的話都還是維持原廠 唯一車主不滿意的就是在行駛的時候呢 的休旅車晃動的幅度比較大 那當然它的底盤設定的話呢 是比像是同級車款Toyota RAV4的話還要來的穩定一些 但是比起KUKA的話呢它的舒適度的話是比較好 可是當激烈操控或者是山路時候的穩定度的話呢 就會稍微有提升的空間 那前面的話我們都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或前面的部分 甚至是原廠避震器拆下來的部分 這是原廠避震器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避震器的上座呢 我們也都不用再拆下來做沿用 我們都有附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這是後面的彈簧 這些的話呢 零件的話 KTE都有附 那我們看一下它後面的懸吊系統 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多連桿懸吊 這個彈簧上方呢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上方其實原廠這一塊是軟的 這個橡皮呢 需要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因為我們把鏡頭拉遠之後 可以發現呢 它的彈簧所在的位置 是在支臂夾臂的比較偏向中心點的位置 所以以力取來說的話呢 它的彈簧公斤數呢 就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10公斤 200常識公斤 那它的後避震器的擺放的位置呢 是在這裡 跟像一個世代的ROG 後懸吊其實是共用的 所以它的後懸吊系統都是一樣的 那它後面的話 還有防心感 還有這些多靈感的結構 等一下預計車高的話 會稍微降低 大概到三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呢 如果降到最低的話呢 是可以大概到一指幅左右的幅度 可是休旅車一般來說 車主很少會降到那麼低 因為這樣就是去休旅車方便的一些 一些 一些駕駛的條件 這個是2.0的 奧輪驅動的版本 那上座的話 剛剛有說了 我們KT有附上座 它的阻尼調整呢 不用再拆內裝 直接從這裡做阻尼的調整就可以了 這個阻尼調整的機構呢 會比較小顆一點 因為它的外徑呢 比較小 所以這樣的話才方便車主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一樣 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這個上座的下方 它有一顆軸層 那一個橡皮的軸層的話 我們說選用的材質呢 是KOYO的 日本KOYO的軸層 對了 它本來的螺絲呢 是母孔 所以我們改了公孔 所以原來的螺絲 螺帽上座呢 全部都不需要原用 無論你原來改的是什麼品牌 都沒有關係 KT就都有附了 那下方的話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的避騰器 其實它沒有分左右邊 它兩邊的話都有 離載串的固定架 那這邊的話呢 右前方 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 搭車油管 因為車主有改了碟盤 還有金屬油管 所以剎車油管的話 跟ABS感應線呢 這些吊架呢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那前面的話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180厚8公斤 這180厚8公斤 那裡面的主尼友 所選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的 那這一個的車高幅度的話 前面也是預計 大概30幅左右 那像這樣的調整機構的話呢 它的調整方式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當車高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調整的方式呢 是從這個銀色頭盤把它 懸開敲開之後 這個腳管往下挪的話呢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了 這個腳管往上挪 長度縮短車高就變低 前面的話 大概也是降低幅度 最低可以大概到一指 到一指半左右 但是一般來說 車友選擇最多的降幅的話 都大概剩下30幅左右 其餘的零件的話呢 離載算的部分 就都維持原廠的規則就可以了 裡面的油封的話 我們所選用的油封 就是日本NOK的油封 耐用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算是日本做油封裡面 算是很大的廠家了 那今天的安裝 是已經都好了 那我們因為要裝輪胎 要準備把車子降下來 然後再做一下微調 目前的話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輪胎規格 所以主尼調整的話 會建議大概在15到18段左右 像今天的話呢 前面跟後面 我們就維持大概在 中間的段數 前面也15段 後面也15段 後面的調整方式的話 它是在避震器的上方 所以車子的話 需要車子稍微撐高之後呢 才看得到在這裡 才可以做調整 在這個地方 這裡可以做阻力的調整 那像這樣的機構的話 有一些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這樣的機構呢 需要呢 把車子降下來之後呢 再來鎖覆上方 跟腳管下方的兩顆避震器的固定螺絲 這樣才比較不會 讓它預載的時候 就已經受到鐵套的扭力 所以這兩顆螺絲呢 上下的螺絲記得 一定要車子鎖地之後呢 再來鎖覆這兩顆螺絲 以上是Nissan D32的安裝KT Resin避震器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